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宏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加选股价指数目前盘中下跌了20点 指数跌其实我在早盘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跟每个会员 跟加入我们LINE AT群组的朋友们 我都已经跟你们提醒过了 我说现在的盘 今天盘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件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今天要做期货上的结算 所以短线上面会有一些修正的卖压整理 会有修正的卖压整理 但是月均线已经转为上扬了 所以整体的多方趋势 它是没有改变的 肋股会走轮动轮涨的格局 个股维持太弱流强的节奏 太弱流强的节奏 所以你现在大盘在涨跌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都是一时的 它都是一时的 但是你的操作的节奏 你不能够做改变 你的节奏应该要掌握什么 第一个金流选股 你有没有放到口袋名单里面 第二个回撤支撑的时候 你敢不敢去买 一选二回三大转 就算是大盘跌 你都能够轻松的战胜大盘 指数今天在做回撤 很多的个股它会出现一些买点 它会出现一些买点 而且那些买点你一旦错过了 你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因为大盘的走势很简单 月均线现在就是上扬的 月均线已经转为上扬 它在这边来回做测试支撑 测试支撑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钱回来了 外资回来了 外资在这一段时间 它只有大买小卖 大买小卖 大买小卖大买 今天如果再是小卖 下个礼拜会不会又变成大买的格局 所以tempo上面 tempo上面它就是会洗盘 它就是会洗你 就算是再好的标的 它都会把你洗下车 它才要上去 我一直跟大家谈说 未来的主流 现在2019年最重要的主流 就是在5G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准备 要展开5G的商业推广了 美国它也不会落后 韩国已经开始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布建5G的设备 那5G题材 我在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你不能看到新闻才去抓股票 你一定是先预设好 先找到资金正在买的标的 然后在回撤的时候去做布局 如果你的技术分析 如果你的操作 只是一直在追价 那你跟一般的散户有什么差别 那些专家每天都叫你追涨停板 甚至有一些个股涨上去的 叫你疯狂的去追价 那你很多个股 你会套在一个相对的高档上面 你要领先市场 你才有办法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所以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 去年11月9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说 5G的相关题材 你要特别的去留意 5G的相关个股 你要特别的去留意 当时我还用大大的5G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5G这个地方 未来会是主流 未来会是主流 因为钱已经开始悄悄的进去了 而且它会一档接着一档轮动上攻 就算大盘跌 11月份到现在 大盘根本还没涨回去 So what 5G的个股 是不是最近最强悍的一个族群 所以我们当时 在11月9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LINE AT里面跟大家讲了 大盘跌这一档股票逆势走高 因为有钱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钱进得来 股票它自然就会涨起来 它自然就会涨起来 所以大盘在跌的时候 你要抓到机会 当时我们买点 我们买点当时在多少钱 当时告诉大家11月9号的时候 11月9号我们进场的时机 在58点 58块钱 那它在11月份呢 直接飙升到将近70块钱 将近70块钱 可是呢 如果当时你没有买在低点 你没有跟着我们的脚步去买 你跑去追价 你后来你会追在哪里 你会追在高档上面 你会追在一个相对的高档上面 可是呢 我们的操作 是从这里发现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但你做了这一段之后下车 下车完了之后 我们没有再碰了 我们没有再碰了 这样子才叫操作不是吗 那为什么它会涨 股票市场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会涨 当时的大盘 你在11月份 你在11月9号的时候 我们把时光拉回去看 11月9号的那时候 当这一档股票 我们买进去当天直接涨停嘛 我们买进去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 大盘到现在 都还没回去到这一段的时间 都还没有回去到当时我们进场的点位 9830点 甚至中间还有一度跌破9400点 可是你当时如果你的资金 是放在这一段操作的话 你是会贪钱的 你是会贪钱的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在哪边 重点在于你有沒有掌握节奏 你有没有把金流选股 放到口袋名单里面 你回撤的支撑 你有没有去买它 那你一选二回三大转 你掌握节奏自然能够战胜大盘 现在大盘才回到当时的 9800点的价位 可是我们股票却一档 接着一档获利了解 这个就是节奏 这个就是tempo 我也公开给你看了 我都给你秀在Light 8里面给你看 所以你要不要加入我们Light群组 这个Light群组对你来讲 它是可以帮助你的 一样好东西嘛 当你看到说我们操作 它是这样子的 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对 但是我一定要做到大赚 小赔大赚嘛 在11月份到12月份 这一段时间 11月到12月份 这一段时间 指数它是什么 它是横盘整理的 你可以看一下大盘指数的表现 11月到12月这一段时间 它是走一个横盘整理的走势 甚至它都还没有回到 11月份的这一段空间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靠着金流选股 靠着资金的流向面 告诉我 现在有哪一些标的 有钱在吗 钱进去了之后 股票自然就涨起来了 股价自然就涨起来了 所以你看到 当时我们操作了谁 当股会有我们操作的新复兴 操作了泰勇 操作了金元电 操作的见准 所以一档接着一档获利 在大盘横盘整理的过程当中 赚钱 一样赚钱 这个就是我们操作的共识 跟方法 它所带来的威力 指数这一段时间 从8到12月份 8到12月份 它是没有涨的 它甚至是跌的 8到12月份指数总共跌了1000多点 但是我们单股会员获利将近47% 将近47% 一档接着一档做嘛 或许你会看到很多市场的专家 每一个市场的专家 他每天告诉你 他什么股票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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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说他是买 手上买了几百档股票 手上都10档20档的股票 我随便涉飞标都能够涉中一档嘛 但是我们的操作是什么 单股耶 一档股票而已 All in All in 这一些都是真实的绩效 这一些都是真实的绩效 你可以去探听 你可以去问金管会 你也可以去问问我们的会员 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在做操作 所以指数在大跌的过程 指数从8到12月份上 绑下来 谁能够带你赚钱 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操盘手 那个才叫真正的厉害 所以每次在跌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说 黑暗中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 可是你每次都错过 那个看见流星的机会 当你错过的时候 你希望我再把你时间拉回来吗 神明都做不到 更何况是我 所以我们要掌握机会 每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做进场布局 5G的时代已经准备要开始了 可是你不能用追股票的方式 你每一次都用追价的方式 哪一次让你真正有办法赚到大钱 如果你的技术分析只是叫你去追价 那你倒不如不要用 用多用还会多错 你要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tempo你有沒有抓准 金流选股放口袋 这个都是十几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 这是我一直不断的创新 所调整出来的最好的节奏 金流选股放口袋 回撤资深勇敢 当你一选二回三大赚的时候 你把你的节奏感抓到了 股票市场对你来讲就是提款机 你就有办法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的会员一样对不对 在8到12月份指数重挫的过程当中 一样赚钱 一样赚钱 现在5G的时代才刚开始 很多的个股会轮动表现 有一些个股它会休息 它一定会休息 因为有人去追了嘛 你今天有一批 有一批看不懂行情的人 跑来去追我的股票 我今天如果我是大户 我当然我就顺势倒给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4979的滑星光 对不对 前阵子不是很红吗 大家疯狂的在追价 看到高点它不用洗你吗 它一定会洗你吗 3234的光环 它不会洗你吗 你追在这种高档上面 它不洗你吗 但是未来有没有机会 或许有哦 但是因为你追在高档上面 结果你错失的 拉回布局的最好时机 那为什么你会错 因为你没有掌握tempo 你没有把金流选股放到口袋里面 名单里面去 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叫回撑 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叫支撑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买 你要跟上脚步来 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因为台北股票市场 才刚刚把月线翻为上扬而已 所以你的机会还很多 现在才刚上扬 你看到月均线 现在才刚转为上扬而已 机会才正开始而已 有很多的个股 在轮动轮涨的时候 你要抓到那个机会点 回撤支撑的买点 有哪一些个股 会有回撤支撑的机会 下个阶段回来 我继续跟你讲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重复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武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重复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武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重复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武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进行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跟你分手 不 不要 我现在请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鸡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勤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药五步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加权股价指数目前盘中 还是维持在下跌20点左右附近做盘整 还是维持在下跌20点左右附近盘整 台北股票市场的多头格局 目前是缓步的上工当中 缓步上工当中 融资余额还在新低 融券都还在高档 所以台北股票市场一旦外资回来的时候 变成肢减卷争法人买 这个行情不会轻易的去做结束 但是股票你要选对 你要买对 你买对股票也要买对价位 这个地方对你来讲非常的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好赚钱的机会 但是你一旦错过 我没有办法帮你把时间拉回来 主流在哪边 主流在哪边 CES展开始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提醒过 5G是一个重要的主流 车用电子也是一个重要的主流 还有谁 还有包括在 未来物联网的部分 这一些都是未来市场上面 你必须要去关注的焦点 所以我们告诉你说 折叠式的手机准备要开始了 还有下一个机会点会在哪边 还是一样又回归到5G的角度来 所以中国大陆宣布 今年展开5G的商业推广 准备要颁发临时的牌照 对不对 包括在中国的部分 包括在美国 他们都会开始去建制5G 所以5G的个股 现在你看不到获利 未来获利会出现爆发 但是你千万不能够追高 一档股票你去头去为取中段就好了 之前我跟你示范过龙科 他就是一样 我们去头去为取中段 但是很多人觉得说 他在末端的时候跑去追价 你都觉得说你买到的是鱼刺 但是通常吞下去的都是鱼骨头 然后难以下咽还会让自己受伤 这个就是你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 因为你没有掌握到tempo 你没有掌握到节奏 比如像这档股票 其实我都跟你讲说 金流选股他告诉我的 我就放到口袋名单里面去 11月22号波罗威已经 陷在我们的金流选股里面了 那5G的题材是我新年今年最关注的 今年今年最关注的题材之一 所以我当然要把这档股票 放在我的口袋名单啊 但是当你放到口袋名单的时候 你要找到机会去做进场布局 机会点在哪边 当我金流选号告诉我 这档股票有机会 他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他在进场布局的时候 我不急 但是回撤支撑的时候 他的买点 必须要跟主力的价位差不多 所以当我测试支撑的时候 勇敢买进 我说他有机会喷 他有机会涨 所以后续你可以看到 我们当时买在38.45元 38.45元他都还没有启动 没有人在关注他 没有人在关注他 可是你过个年回来 元旦一回来 休假一回来 指数大跌173点 这档股票逆势攻上将近涨停板 涨了9% 涨了9% 所以指数跌重不重要 金流就不用怕嘛 我们不是看指数的 我们不是做指数的 重点在指数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谁能够逆势撑盘的 那个才是关键嘛 那个才是关键啊 大盘在跌 每一档股票都在跌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股票会涨 因为我有提前布局嘛 当我提前布局上去的时候 指数一样是跌的哦 指数一样是跌的哦 可是这档股票让我们赚钱了 让我们赚钱了 那你如果当时的买点不是在这边 你当时的如果你的买点不是在这边 你跟我们不一样 你的买点是追在这个最高 50块钱的时候 你不好意思你这段时间 你会很厉害 你很不舒服啊 未来有没有机会 或许有 但是他还没有回撤支撑之前 我不敢跟你保证 至少你要等他测完支撑之后 我才会知道说 他到底未来到底是要涨要点 所以我们操作股票 我们看的是讯号 我没有办法跟你预测 未来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呢 在讯号发生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说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决策 这个就是一个tempo 金流选股你要放口袋 回撤支撑的时候勇敢买 一选二回三大专你掌握节奏嘛 那你的节奏没有掌握住 所以你一直以来 都是在追价追价追价 或者是说你一直在逢低 贪平贪平贪平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取到 一条鱼最漂亮的那一段 我们取走的价差对不对 我们取走的价差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一档股票 我通常我都不会卖在最高点 我跟你讲了 我要去投去尾 我中断我取下来之后 后面这一段就随他去吧 因为那个利润也不高了嘛 那个风险性变得太大了嘛 那你的节奏只要掌握好 很多这样子的股票 可以让你做选择的 因为我有一个选股词啊 我有很多的标的 我才等他回来 一回来的时候 靠你去就对了啊 一回来的时候 买进去就对了嘛 所以我说5G的未来在哪边 我说光牵族群 他有机会 当这一档股票 当这一档股票开始出现了 资金转入的现象的时候 我说你要把握 回撤支撑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去做布局 尤其是他的营收获利 其实在稳定的成长当中 那资金从哪边开始买 资金已经开始做进场布局了 已经开始做进场布局了 量占比从1000来到200 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去靠 你要勇敢的去靠 操作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你要有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你要预测敌人的战绩 不能蛮干 很多的个股 甚至强势的股票 今天都会回 但是有一些股票是可以买的 有一些股票你是要换的 甚至做获利了结的 这一些都必须要有专业的评估 不是你今天想卖就卖 不是你今天想买就卖 它的讯号到底有没有出现 它是不是一个证券的买点 这个你都必须要去考虑 所以你的操作 往往都是看着新闻 今天很多个股的新闻开始出来了 很多个股它开始告诉你好消息 但是告诉你好消息 真的是好买点吗 你每一次追那个好消息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被人家电的时候 回想一下 历史会不断的重演 但是你的操作可以改变 你的操作绝对可以改变 比如像这档股票 12月27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3548的照例 对不对 当时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有钱在买 CES展的时候 展开展的时候 折叠式的 折叠式的平板电脑 开始受到市场上的关注 而且Samsung也准备要推了嘛 也准备要推了嘛 所以可是呢 当这个消息出来钱啊 钱早就已经在买了 资金都已经先做好布局了 资金都先做好布局了 所以这些资金它在做布局的时候 它会不会洗你 它一定会洗你 就算是一档好的股票啊 你的买点如果不是在回撤的时候 这个地方告诉你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嘛 可是它会不会洗你 它一定会洗你 洗完你之后才上来 洗完你之后才上来 你现在看到很多的新闻 结果你跑去追价 不见得会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哦 不见得会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有些人就是会利用这种利多来做出货 他这里买了这么多 难道他不用出吗 他不用出吗 可是呢 他到底是真出货 还是只是要彻底 你要分得出来啊 这个都需要专业嘛 这个都需要技术分析的协助啊 所以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 是带你看到未来 是带你看到未来 可是投资朋友 你往往都看不见 所以你为什么需要我们的协助 就很像我今天要去餐厅吃饭啊 我也要找啊 我也要找一些民厨来帮我下厨嘛 我也很感谢他们的帮忙啊 所以这个社会才有办法运转 大家要必须要互相的帮助 我今天我想帮助你 可是你必须要让我看见 所以我们的Lightight 绝对是你最好的媒介 绝对是你最好的媒介 它可以让你跟我联络 我们线上有很多的助理人员 他们都会帮我盯着 有任何的状况都会回报给我 所以呢 你一定要加入我的Lightight 甚至我昨天跟你讲了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说 工具机的产业 工具机的产业是有逆转的机会嘛 所以当时我昨天就只跟你推荐了两档 上瘾跟什么 上瘾跟1597的值得嘛 上瘾跟1597的值得嘛 我说这个都是机会哦 这个都是机会哦 可是呢 这种股票因为它跟月线乖离过大 它会干嘛 它会做回撤 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进场时机 你要自己去思考看看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里面 然后跟着我们的家族的成员一起操作 现在未来会有很多的机会会出来 当时我跟你讲说 有一些个股啊 它的买点一旦浮现的时候 你要勇敢进场嘛 你要勇敢进场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是资金有没有进场布局 1月3号指数重挫61点 指数下跌61点 当时我挑选了两档股票 我挑选了两档股票 放到我的选股池里面去 一个就是5439的高际 一个是8016的细创 就这两档 就这两档股票 可是呢 TEMPO TEMPO上面你能不能掌握到 金流选股你要放口袋 回撤支撑的时候你要勇敢买 所以当时呢 当时你可以看到 5439的高际对不对 你可以看1月3号的时候 这一档股票刚冲高 刚冲高你冲上去 你在这个地方去追价 你在这个地方去追价 很不好意思它会洗你 它一定会洗你 可是呢我们的操作是什么 我们的买进的点会在哪里 我昨天才进去靠的 5439的高际 我们昨天买在哪里 41.5元嘛 41.5元 你可以在41.45元成交啊 我说这档股票它会回撤支撑 金流选股告诉我 有资金在做布局 它不会只做一段 当时的价位是在这里嘛 金流选股告诉我机会在这里 然后呢 拉回回撤支撑的时候 勇敢进去买进 勇敢进去买进 这一段叫量缩洗盘啊 量占比从100来到50 进去的量人它不是小朋友 它绝对不是一般的小朋友 所以你要看到 你要找到机会进场去尻嘛 回撤支撑勇敢买 今天你才有办法赚钱啊 所以大盘跌 大盘跌这一档股票 一样逆势走高 2个%嘛 创高啦 准备要挑战新高了 如果它这个地方越过去啊 如果它这个地方越过去啊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你都赚钱了 可是我的买点在这边 你的买点在这边 你认为谁赚得多 你认为谁才是真正 会带你获利的那个人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你有没有找到资金的流向 你有没有看到未来行情的方向 如果你都看不见 如果你想要学习最新的操作模式 最新的操盘方法 欢迎来电洽询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Lite8 一起来体验 什么叫做金流悬股放口袋 回测支撑勇敢买 一选二回三大转 什么叫节奏 什么叫战胜大盘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通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哦 依洗签防治法规定 每位旅客出入国境 攜带超过新台币